尊敬的主席先生、女生们、先生们 很高兴出席第三届国际同工大会 首先,我仅代表中国代表团 感谢巴西政府和国际劳工组织 为会议做出的精心安排和提供的周到服务 消除同工劳动是世界各国保障基本人权的一项重要任务 是国际劳工组织保障未成年合法权益的重要内容 关系到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关系到各国社会和谐安定 中国政府积极参与消除同工劳动国际合作 先后批准了国际劳工第138号公约和第182号公约 并加入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展现出中国政府保障儿童权利的态度与决心 近年来,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中国政府全面加强儿童和未成年人权权益保护 在消除同工劳动方面取得巨大成就 一是积极立法普法 强化消除同工劳动的法律基础和守法意识 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劳动法 明确规定禁止用人单位 遭用未满16岁的未成年人 禁止使用同工规定 进一步明确了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 为不满16岁的成年人介绍就业 禁止未成年人开展从事经营活动 规定了违法使用同工 介绍同工就业 强迫同工从事高危劳动的处罚措施和刑事责任 特别是2002年修正刑法 增设雇佣同工从事危重劳动罪 规定对违法者最高可判处七年有期徒刑 为提高全社会禁止使用同工 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意识 中国政府与社会伙伴一起 通过制作发送宣传手册 举办法制讲座等多种形式 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取得良好效果 20级减贫扶贫制定实施消除同工劳动行动计划 中国政府不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力度 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为从根本上消除同工劳动奠定了经济基础 同时制定实施了自2020年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确立了依法保护儿童合法权益 禁止使用同工和对儿童的经济剥削等主要目标 明确了严厉打击使用同工的违法行为 完善儿童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机制等策略措施 三是加强劳动监察立法执法 1994年劳动法设立监督检查专章 2004年中国政府颁布了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明确劳动监察机构 职责和执法程序将用人单位禁止使用 同工的规定情况作为监察事项 从2009年起 全国推行劳动监察网格化网络化管理 实现对用人单位用工情况的全面动态监控和分类监管 建立了禁止使用同工工作协调机制和综合治理监督检查机制 有效预防和及时查处用人单位使用同工等侵害 卫生联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四是重视教育对消除同工劳动的重要作用 中国政府积极维护卫生联人受教育权 1996年颁布义务教育法 2006年专门修订 确定了九年义务制教育制度 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 根据义务教育法 以全面免除全国范围内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 使贫困家庭的学生不因经济困难而辍学就业 过去两年 中国初中阶段卯入学地达了100% 武士注重加强对被拐儿童和社会流浪卫生联人的特殊保护和救助 2003年 根据城市生活无招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各地开展救助保护机构 采取多种多样的救助方式 及时发现和救助流浪未成年人 2007年底 根据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 2008至2012年 中国公安部牵头31个部门 组成布局联席会议制度 建立了及预防打击救助和康复为一体的防拐工作 长效机制 同时积极开展加强打击人口拐卖国际合作 参加了湄公和次区域合作打击拐卖人口犯罪项目 加强各方之间犯罪信息交流 受害人遣返 犯罪嫌疑人移交等方面的合作 主席先生 中国政府与社会伙伴在消除同工劳动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总体发展水平人较低 区域地区发展不平衡 少数用人单位还存在劳动用工行为不规范 使用同工问题 为进一步消除同工劳动 中国政府将继续认真履行国际公约义务 积极消除同工劳动 保护卫生年人权益 中方愿于各国三方一道 携手应对 劳动世界的挑战 我建议第一加强卫生年人权益保护的立法和普法宣传工作 各国应进一步完善本国保护卫生年人权益 消除同工劳动的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政策 加大宣传力度 不断提高用人单位 卫生年人及家长的法律意识 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和保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法治环境 第二加大卫生年人权益保护力度 继续加大劳动保障监察力度 强化监察预防功能 提高监察执法效率 积极预防和依法查处使用同工等侵害卫生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形成对使用同工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 同时进一步落实少年儿童的受教育权等其他各项权益 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第三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各国应认真旅行在国际工业方面的批约国义务 进一步加强在消除同工劳动方面的多双边合作 分享消除同工劳动的先进的国际经验 全面消除同工劳动现象 谢谢大家 Thank you